您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是黃慧玲 漫畫可以是輕鬆的休閒閱讀 但是畫得好的漫畫 也是很棒的創作 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釣魚技術是看漫畫 天才小釣手學的 有一些漫畫 甚至可以是大學的教材 政大最近幾年開了一堂 從漫畫看日本的課程 堂堂爆滿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蔡曾佳教授 來意想世界開課 老師你好 輝林 各位觀眾大家好 老師你的課真的非常爆滿 聽說同學們要修到這個課 其實不太容易 是啊 其實我的課 以前不是叫這個名字 是 因為我這堂課主要就要談日本 那之前的一個課程的名稱 叫日本政治經濟之研究 我相信你也不會想修 但是這個課真的還蠻適合 出現在課表上 叫做日本政治經濟之研究 認認真真的這樣 對 但是我又覺得是說 現在的一個大學是非常多元的 對 那個時候來修個課很少 那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在思考說 我要怎麼樣讓學生 對這堂課有興趣 然後結果有一次我在日本 然後在電車上 然後看到一個我機上在看漫畫 然後我想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他到底在看什麼樣的漫畫 那我就大概瞄了一下 黃昏流星群 然後我想說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漫畫 對 因為以前我們在臺灣 大概都都看一些運動漫畫 少女漫畫 然後那個時候 對這種所謂的一個 所謂寫實性的一個漫畫 比較不了解 所以我就看了黃昏流星群 到底什麼 然後我就到那個漫畫店去看 然後我也看不得了了 然後我看了 我自己也非常非常有興趣 他是一個很嚴肅的 談一個很嚴肅的一個問題 就談九零年之後 日本的一個高齡化 少子化的一個社會的一個問題 然後我那個時候在想說原來日本有這樣子的一個 專門在談這些日本社會問題的這樣子的一個 非常嚴肅的一個漫畫 然後我就開始就把這些漫畫找出來 後來發現有日本 談日本政治的漫畫 對 談日本經濟的漫畫 分析日本社會的一個漫畫 甚至還有談日本媒體生態的一個漫畫 真相夜線 然後呢 後來就有一些日本專業性的一個漫畫 就是神之拿談紅酒 夏子的酒 談日本白酒 然後薑泰的壽司 教你怎麼做壽司 對 就開始有這樣 那我就開始收集這些漫畫 然後呢 就在課堂上 剛好可以列十八週 然後呢 就把從漫畫 從 叫同學來看漫畫 然後把漫畫 看了漫畫之後 然後我們再來談比較深入的一些 日本的一個問題 那我發現這個成效非常非常的好 是 當然來修課的這個同學 都以為只有看漫畫 其實不是 漫畫之後 還是要他們去了解一下 日本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國家 日本政治體制怎麼樣的一個運作 但是呢 你從漫畫當成是一個影子 當成是一個棄子 然後把他們帶領到這個領域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很重要 所以我這堂課是非常強調一種跨領域 把漫畫 其實漫畫只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影子 不是一個全部 讓他們有興趣對於日本的這個話題 進入日本這個社會 對 就是說 因為漫畫是最容易的 因為大家對圖像比較容易接受 你一開始拿著這麼厚的 日本政治經濟之原作 學生一定不會有興趣 對 但是你從這個漫畫 非常活潑 然後非常有趣的一個故事性 然後他們進入了之後 從漫畫上 原來日本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他們帶來去看書的話 就更有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上課大概就是喜歡從這種漫畫 然後從這些故事性 然後把他們帶進來 那他們就會覺得非常非常 原來日本是一個這麼有趣的一個國家 這樣子 老師 其實應該也造福了政大附近的租書店 對 政大附近租書店的漫畫 應該都租不到 對 就是因為因為我 我一學期要看十八部漫畫 對 而且呢 我一開始 後來我發現說 這種知識性跟寫實性的漫畫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每學期都換不同的一個漫畫 真的嗎 對 我我既然可以開到現在 大概九年了吧 大概八九年 但我每學期用不同的漫畫 到現在還沒用完 所以這個租書店 還有那個什麼出版社 就是出版社呢 一旦有最新的一個漫畫 他就會先寄來給我 希望上課可以用 你知道好嗎 對 然後我記得還有 還有一次很有趣 就是那個東大特訓版 教你怎麼念書的 考上東大 教你怎麼考上東大 你看日本漫畫 教你怎麼念書 然後那個時候 他封面就有寫 就為了要吸引大家 來看這部漫畫 他說政大在用的教材 所以這非常非常的一個有趣 好 我記得我在大概大學左右的時候 看到一系列漫畫 叫導耕座 其實我們剛開始看的時候 我知道他的時候 他叫課長導耕座 然後後來他就慢慢 所以這個導耕座先生 他在職場裡面升級 現在老師他已經叫做社長導耕座 已經當社長了 對 老師可不可以先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套漫畫 其實很少有漫畫可以伴隨著你的那個求職過程 在職場裡面 然後他他也是一路升遷的一個過程 其實我覺得這套漫畫 在日本會非常非常的紅 然後然後甚至把日本外交部 把這部漫畫列為最能代表日本的一個漫畫 真的 聽說好像總理是把他拿來當禮物送給外賓 對對對對對 因為當時的一個首相麻生太郎 自己也是漫畫迷 他也喜歡看漫畫 那這部漫畫呢 其實就是日本每一個年輕人的一個縮影 因為日本大 日本的年輕人大學畢業 然後就到企業去工作 然後一路升遷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從青年導耕座 最早是青年導耕座 然後進入職場 然後課長導耕座 然後一個取締役 然後一直到社長等等 中間還有一個部長導耕座 然後什麼等等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他們的一個什麼 他們一個整個的一個 一生當中 在職場上的一種過程 所以年輕人看到的就是 這就是我以後的一個縮影 所以他要去看 到底企業文化是什麼樣 我進入職場 我遇到什麼樣的一個困難 然後呢 現在正在企業當中的 然後也會去看 然後要退休的人也去看 這個就是我一生的一個寫事 所以這是什麼老少宗都嫌疑的一個什麼的一個漫畫 然後其實你不要小看了這部漫畫 為什麼他最能代表日本 因為他這部漫畫 談到了一個什麼 就是日本企業的一個什麼 兩個很重要的一個特色 因為我們知道說 日本的一個日系的一個企業文化 跟那個美系的西方的企業文化 其實他企業文化是完全不一樣的 西方的一個企業文化是強調什麼 是強調就是說 你要把自己的想法講出來 然後年輕人很容易出頭 要個人的與創業 對對對對對 個人 然後西方有很多的一個獵人頭公司 你表現得好 我就來 我就來獵你 我就來獵你 但是日本他強調的是什麼 終身僱傭制 你到一家企業去 然後你是 你就是什麼 你就是做到退休 所以日本年輕人在找工作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謹慎 他們很少在換工作 所以他們三年級就在找工作了 日本的大學生 三年級 對 三年級就開始在找工作了 然後呢 他其實找工作 是他一生未來的方向 對 幾乎就是這樣 對對對 幾乎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三年級在找工作 不像我們畢業了 哎呦 我要幹嘛這樣子 然後才開始 然後日本是三年級 就要開始找工作 所以他們非常非常謹慎 對 然後企業在雇佣寧的時候 也是非常非常謹慎 所以他們常常面試的期間 都長達六個月到八個月 就是從最年輕的人來面試你 然後他們常常說 只要你面試的時候 到最後一關 看到一個 有沒有 年紀很大 然後拿著拐杖 手還在發抖的 就表示你 你進這家公司 沒有拐杖 因為最高層來面試 都願意來面試你 對 都願意來面試你了 所以日本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那西方的一個獵人頭公司 就會去獵 但是日本呢 你要去換工作 人家覺得很奇怪 我想換另外一家 或環境不好 跳槽之後 也許可以加薪 升官 但是呢 你要跳槽 你上面寫履歷說 你曾經在另外一家公司工作過 日本通常是喜歡找 沒有工作經驗的 所以長榮是在學什麼 是在學日本 所以他要 從人才的培育 就自己 對 就自己的一個培育 所以你換工作 他不覺得你是因為能力好 你欣賞這家公司 他第一個想到說 你之前在那家公司 是否有犯什麼錯 你這個人一定很難相處 所以你才要跳槽 所以日本是這樣子的去想 所以這是日本的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企業文化 所以我常常一直跟人家講 跟學生講說 如果你覺得自己是個人主義 你能力很好 那你就去歪傷 但是你覺得自己是個乖乖牌 然後願意這樣循序俊進 然後你很聽話 然後你很 你很Enjoy那個什麼 集體主義 團體主義 然後你過著團體生活 那你去日本的企業 所以這是一個不一樣的 一個文化 所以島根座 就要強調這樣子的一個 西方企業跟日本企業的 一個文化的一個不一樣 然後這部漫畫 在日本大賣了之後 其實要強調 就是日本漫畫 其實很有影響性 他裡面來講的一個出資企業 其實他影射的 就是什麼 就是日本的松下 Panasonic 所以當這部漫畫 大賣了之後 日本的年輕人 竟然把進入松下企業 當成是他的一個什麼 當成他 制業 他的低 低 低志願 所以這部漫畫 大賣了之後 去參與日本的 那個什麼 松下的電器的 那個什麼的應徵的人 竟然暴增 這樣暴增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 但是列為最受歡迎的 我記得是大同工學院吧 他們就要做日本的一個清酒 然後他們到時候 按照夏子的酒裡 這部漫畫裡面的一個過程 結果真的造出 釀造出一個很好喝日本的清酒 所以表示這種過程 其實是非常非常考慮的 因為你要考慮 有一種寫實性 大家才會覺得說 這漫畫講的是真的 你知道嗎 而且很專業 對 老師剛剛講到漫畫的寫實性 其實他的專業性 真的也是非常的令人驚訝 我剛剛說 我的朋友說 他是看天才小釣手 學釣魚的 這件事 真的是 這個是事實 是 像我們最近比較離現在比較近的 還有降態的壽司 神之哪 大家他們是在用 他們其實是很注意職人精神 以及他們的專業性 其實我的那個 對日本清酒的一個知識 也是從日本的漫畫當中來的 也是夏子的酒 那夏子的酒 就要談日本的一個清酒 那我的一些知識 因為我們知道說 日本清酒很複雜 哪裡產的 哪裡產的 然後用什麼米 然後什麼樣等等 對 然後什麼 什麼有熱的喝 然後冰的喝 然後什麼各種 這個這個知識 我也是從那個什麼 夏子的酒 裡面來看到的 然後我看了這部漫畫之後 然後我就上電腦上面去搜索 後來發現不得了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什麼 那個好像有人 就是為了要那個 我記得是大同工學院 他們就要做日本的一個清酒 然後他們就按照夏子的酒 裡面的這部漫畫 裡面的過程 結果真的造出 釀造出一個很好喝的一個 一個日本的一個清酒 所以表示這種過程 其實是非常非常考驅的 所以日本的一個漫畫的一個考驅 其實他歷史是非常非常的一個久遠 因為你要考驅 有一種寫實性 大家才會覺得說 哎呦 這漫畫講的是真的 你知道嗎 而且很專業 對 對 那那個就是從那個首種 志從開始 首種志從被列為日本的漫畫之父 對 因為那我們知道說首種志從最有名的 就是怪異黑捷克 我們翻成怪異清博士 對不對 很久以前 對 他裡面講的一個醫學的一個漫畫 就是非常非常考驅 他為什麼考驅 首種志從自己本身就是醫生 他自己本身就是醫生嘛 那醫生畫出來的一個 醫學知識的一個漫畫 當然這是非常的一個寫實性 對 然後還有之前很紅的 談葡萄酒的一個神之拿 對 神之拿的一個作者 他為了要畫這部漫畫 他自己到法國去三年了 葡萄園工作 在酒莊工作了三年 然後得到了這些知識 他才把他給什麼 他才把他給畫出來 所以這個順序上 可能還蠻重要 他是為了要畫漫畫 他才去法國的葡萄酒莊 而不是他有了這個經歷 覺得說那我來畫成漫畫好了 不是 他是因為他的漫畫 而去學習 對對對 因為他覺得說 日本怎麼都沒有在講 葡萄酒的一個漫畫 但是他又沒有這方面的一個知識 所以他自己到 到那個葡萄園去工作三年 到酒莊去工作 然後瞭解了所有的一個程序 然後瞭解就是說 原來一個好的一個葡萄酒 是必須要什麼 要氣候 所以我們常看到 這個年份的酒 那年是多餘 少餘 對對對 然後還有什麼土壤 是紅土 黑土 然後都不同 對 然後還有酒莊的歷史 這個也很重要 所以他是在那邊去 然後才能考慮 那我會覺得是說 日本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什麼日本人的 當然這有日本人背後的一個 什麼的一個他們專業的一個 講究專業的一個精神 當然我覺得背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因素就是說 日本這種什麼實事求是 然後尊重專業 對 我們臺灣都講求學歷嘛 那我們學歷越高越好 但是日本是很尊重職人 對 很尊重職 他們叫做什麼 叫做工匠的精神 對 只要你在你的領域當中 你能夠什麼 你能夠是top的 然後大家社會就很尊重你 而且其實他當然漫畫裡面 不是只有強調他很專業這件事 我最記得那時候夏子的酒 他的那個對於酒的描述 也是非常的夢幻 老師其實也在 也有在書裡面寫出來 就是夏子是回到他的家鄉 去釀酒 他原先釀酒是他的哥哥 然後他的哥哥就跟他的 跟夏子描述說 夏子酒是太陽的光 是神給予我的最大恩惠 就是非常會描述那種 他們所追求的嚮往的 他不是只是酒而已 是感覺上是職人的 一生的理想跟夢想 因為他裡面還有提到了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不只是釀酒的一個過程 這種專業性的過程 他有強調就是說 日本現在很多年輕人 就是說離鄉北京之後 然後就不去繼承家業 然後然後造成一個行業的 一個沒落 我記得那個什麼 那個有一個日本人 他問我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們臺灣百年企業 怎麼少 我一想說對 然後日本的百年企業比比皆是 這個問題在哪裡 後來我去看的時候 因為臺灣每次 然後講付不過三代 為什麼 因為臺灣每次都為了分家產 你知道嗎 第二代第三代 都為了分家產 然後這個企業 或者是為了那個砍棒 你知道嗎 為了這樣子的一個專利權 等等就翻臉了 但是日本呢 他有一套他的一個體制 日本是一個到現在 日本是一個 我們知道說 日本是一個很先進的工業國家 但是他很多法律 其實都還是什麼 都還是非常非常保守 這個是我從那個 加災之人看到 加災之人 日本到現在還是 長子繼承制 至今都還是這樣 都還是長子繼承制 就是說長子 他能夠繼承所有的 然後你是第二個 或是第三個 你什麼都沒有 所以如果說 爸爸是開漁舖的 長子就會去繼承 他的漁舖 對 長子就必須去繼承 所以就是這樣 百年的一個企業 而且呢 我記得我之前到日本新系 新系最有名就是月光米 對 月光米 然後我去找那個地 那個做月光米的 那個農夫 那個農人 哇 他的地好大 我說你為什麼 你的地 就是幾百畝 臺灣都是小農 對 因為分家分分分分分 那他說 沒有 我們都是長子 就一路的繼承下來 所以這是一個 非常特別的一個什麼 非常特別的一個現象 他只在影射現在 日本的一個年輕人 然後在過去的 其實也是一個 安逸的狀況 對 日本保護主義的 一個高牆下 然後安逸了很久 然後現在日本呢 沒有辦法 你一直保護主義的話 沒有辦法跟外面 來去什麼 來去競爭 對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 自由化之後 這個高牆開始打破了 然後日本的年輕人 還是這樣子的一個安逸 所以他的巨人 就是指什麼 就是指自由化的 這樣子的一種魔手 好 其實最近這一陣子 有一個漫畫還蠻紅 叫進擊的巨人 進擊的巨人 其實他的畫風比較粗糙 跟我們剛剛談的一些 其實日本漫畫 他雖然故事性強 又很寫實 又很專業 但畫風也非常的美 但是進擊的巨人 比較特別 他的故事 比較奇幻一點 講一個一群人類 以前被巨人 會吃人的巨人侵襲 然後所以他們就組了一個高牆 把自己關在裡面 但是後來又出現更大的巨人 對 進擊的巨人 其實真的還蠻紅的 進擊的巨人 你覺得他很醜 其實他還不是我看過最醜的漫畫 而且不是很醜 是他很特別 對 對 進擊的一個巨人 其實有他的一個什麼 有他的一個 我覺得一部漫畫要紅 都有他的一個時代性的 一個背景 那這部漫畫會紅 也是因為有他的一個什麼 也是因為他剛好是正值什麼 中日關係 因為釣魚台的一個問題 緊張的一個關係 那那個時候 那中國大陸的一個崛起 然後日本慢慢 因為泡沫經濟之後 然後慢慢再衰退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中日之間的一個 什麼實力的一個翻轉 所以讓日本有很大的一個憂慮感 然後日本開始出現 一種集體性的一種憂慮 所以當這種氛圍開始出來了之後 剛好有這部的一個漫畫 那這部漫畫的一個內容 不是在講說 有一群人已經在高牆裡面安逸的生活 好幾百年了 巨人都沒有來清洗他 對對 然後他們都非常非常的一個安逸 然後有一天巨人突然長大了 然後長高了 然後既然能夠越過這樣子的一個高牆 然後引發他們的一個什麼 然後來開始來吃人 這這樣子的緊張的一個故事 然後他們都在想 就是說哇 巨人突然開始長大 就中國大陸就開始崛起了 然後高牆是什麼 打破這個高牆是什麼 釣魚台的一個問題 中國大陸利用釣魚台的這個問題 然後開始來什麼 開始來增強自己的一個軍備 什麼等等 所以呢 就有人開始在影射說 這部漫畫是不是在談 現在的一個日本 然後這些安逸的這些人 是不是要談現在的一個日本呢 對 他們已經很安逸了一個很久 然後中國大陸崛起 他們還不自覺 是不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部漫畫的一個作者 然後他們就開始追問 這部漫畫的作者 是不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部的漫畫作者呢 其實他沒有名 他叫劍山創 他就因為這部漫畫 就一炮而紅 那他的第一部漫畫 第一部漫畫 然後就紅了 他說不是啊 我沒有那麼偉大 然後是在影射這個這樣子的 一個國際政治 但是他只在影射現在日本的一個年輕人 然後在過去 其實也是一個安逸的狀況 對 日本保護主義的一個高牆下 然後安逸了很久 那現在日本沒有辦法 你一直保護主義的話 沒有辦法跟外面來去什麼 來去競爭 所以呢 這樣子的一個自由化之後 這個高牆開始打破了 然後日本的年輕人 還是這樣子的一個安逸 所以他的巨人 就是指什麼 就是指自由化的 這樣子的一種魔手 所以所以這是 所以同樣的一個一部漫畫 同樣的一個一部劇情 有不同的解讀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老師可不可以最後請你談一談 你覺得日本漫畫 對你來說意義是什麼 你自己最喜歡的漫畫是什麼 我最喜歡的一個漫畫 大概就是《家哉之人》吧 我們剛剛有談過《家哉之人》 他是一個日本的一個少年法庭 家庭裁判所的一個 日本叫《家庭裁判所》 就等於我們的民事法庭的一個法官 對 那一個法官 他在他在從那個什麼判例當中 他從職務當中 來去了解到一個什麼 他的一個判例 給他一個判例的一個靈感 我覺得這部漫畫非常有趣 他結合了職務學跟法學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 很有創意 很有 幾乎不會把他聯想在一起 然後他把他給聯想在一起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從這部漫畫的一個什麼 他的一個判例當中 瞭解到日本很多的一個社會上的一個問題 然後包括就是日本的一個校園霸凌問題 然後日本的一個家庭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日本的青少年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部漫畫 是我最喜歡的一個漫畫 因為我從這部漫畫 我瞭解了職務學 對 然後我也瞭解日本的一些 很多不合時宜的一些法律 然後我還瞭解到什麼 日本的一些社會上的一個問題 那我才知道說 日本他的一個什麼治安這麼好 日本我們都知道 我們很喜歡去日本 對 日本的一個治安很好 有禮貌 對 然後日本的治安這麼好 不是因為他的法律很嚴格 是因為什麼 他日本社會的集體業術力 日本對於犯過罪的人 社會上是很難接受 沒錯 對 很有很有名的一部小說 叫做《鐵卡咪》 就是信 信子 他就是描述一個什麼 他哥哥犯了罪 他哥哥犯罪了 然後犯罪了之後 他哥哥犯罪關他什麼事 但他既然就是什麼 他的房東看到了什麼 他哥哥從監獄寄來的信 然後就什麼 就要他離開 所以這是日本的一個什麼 對於犯罪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不斷的罪 就是說你犯了罪 不是只有你的問題 你的家庭 你的家族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讓他們不敢犯罪 所以這是日本的一個 集體約束力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是讓我學習到很多 所以我會覺得說 鼓勵大家可以去看日本漫畫 不要再把日本漫畫 當成是只有 只有小孩子在看的 因為很多日本的漫畫 你看了之後 你就會什麼 你就會很瞭解 就是日本的一些社會問題 讓你更瞭解日本 對 好 感覺上可以說到 老師這堂課學生真的很幸福 上課可以看漫畫 瞭解日本 老師好像還有另外一堂課 是看電影學國際關係 沒有 電影國際關係 電影與國際關係 就是說 我們知道說 現在臺灣的大學生 最讓人家詬病的 就是國際觀不夠 不了解國家 然後對國際事務 沒有那樣子的一個 就是不清楚 然後也沒興趣 那我想說 到底要怎麼樣讓 讓那個年輕人 對於那個什麼 對外面發生的一個事情 然後能夠去關注 因為那都跟我們臺灣息息相關 臺灣是小國嘛 對 小國要跟國際化 然後我就想到怎麼辦 然後說年輕人不是喜歡看電影嗎 然後我想說就把一些跟國際政治 有關的一些電影 然後介紹給同學 然後看電影的 然後我們再來講解背後的一些 國際政治的一些問題 那我發現說 效果很好 同學就更能理解了 例如說從盧安達飯店裡面 然後就瞭解什麼 就瞭解非洲的一些種族問題 種族衝突 然後再去介紹其他 其他地區域的一些種族的一個問題 就更能理解 好 老師 我們下次有機會 請老師來意想世界開電影 跟國際關係的課 好 謝謝 老師 謝謝 謝謝